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个开关电源现在是上电没有反应,没有输出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构造 这一段是220伏电源输入端 这是它的保险 NTC热敏电阻 外电容 插膜抗干扰电容 共膜抗干扰电杆 整流桥 300伏滤波电容 光滤管 电流取样电阻 这一段这个电容和这个电阻是DRC电路 包括后边这个二级管 它采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OB2263 这个是一个二级管,是线辅的 它是通过我们这边的启动电阻 在启动的时候给它的五角供电 通过这个电容滤波 另外当正常工作的时候 通过这个绕组通过线流电阻 然后通过这个二级管整流 电容滤波以后 给这个芯片的五角继续供电 它的一角是接D 二角是纹压引脚接光偶 三角是温度检测引脚 外接NTC的热敏电阻 四角是电流取样引脚 通过这个线流电阻 接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 五角是供电 六角是驱动信号输出引脚 通过电阻和二级管 来接我们功率管的三级 进行驱动 功率管的漏级 是接开挥备压器的初级 开挥备压器的初级 接300伏滤波电容的正级 电流取样电阻的一端 接电容的副级 另一端接功率管的原级 这个是稳压关偶 这个是接在冷地和热地之间的 抗干扰电容 这个是开关变压器 这端是一路两路三路输出的 整流二级管 后边是滤波电容和滤波电杆 这个是7912 这个是调节后级输出电压高低的 电位器 这个是指示灯 这个是输出端子 好下面我们插电 看一下是否有输出 好我们插电 指示灯没有亮 很显然没有输出 我们可以用电阻挡 测一下是什么原因 首先我们测电源 是否输入了 我们可以量插头的两端 这端是接通了 然后这端 同样是接通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位置 有一个保险是否损坏 没有损坏 保险通过NTC热敏电阻进来以后 接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就是整流桥中间的这两个引脚 这端是正常的 我们再看这一端 同样是正常的 然后这一端是接300伏滤波电容 很显然是进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功率管是否损坏 因为功率管如果损坏了 那么很显然这个芯片也容易损坏 如果功率管没有损坏的话 我们再测量别处 功率管没有击穿 我们看它的原级到漏级 应该有一个二级管的压降 是正常的 三级是这样的组织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量一下功率管 漏级到300伏 是否有接通 说明开关密码器的初级是接通的 我们再量它的原级到地 是否接通 有这样的组织是不对的 因为电流取样电阻的组织 是很小的 开路了 有可能是电流取样电阻损坏了 我们再量它的三级到 我们这端驱动是否正常 它的驱动是 六角 正常的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电流取样电阻 是否损坏 好 电流取样电阻拿下来了 我们看它是否损坏 很显然它是开路了 它是一个0.68欧的 下面我们找一个电阻给它换上 由于没有太合适的 我们给它找一个0.39欧的换上 没有问题 好 电阻换完了 我们插电看一下是否输出正常 指示灯已经亮了 正15伏 正15伏 -11.9伏 正12伏 正常了 接上假负载我们再测量一下它的电压 正常了 我们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 如果是标准电压就没有问题 我们看11点 11.84伏 正常的 15伏 都正常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明天